- 唐志忠和老婆小咪结婚至今已有10年 夫妻两个育有3个小孩 经理唐志忠在节目中透露 老婆生下第一个宝宝后 因为还在烦恼要不要租月子中心 加上爸爸热情地说要料理麻油及月子餐 他便带着妻女回家休养 却意外造成老婆的困扰 他透露某天早上 爸爸想多抱一下孙女 便直接推门进了老婆的房间 当时门之所以没锁 是因为他担心万一出意外时 无法及时照应 不料爸爸却因此仗见媳妇正在挤奶 当下爸爸的第一反应是 没事都是自家人啦 最后镇定地抱起孙女走出房外 而妈妈得知此事后 念叨爸爸的举动很没礼貌 爸爸却认为自己已经将媳妇视为女儿了 爱反驳妈妈的想法很邪恶 斗趣的反应有发爆笑 唐志忠不忘吐槽 其实爸爸当下应该很尴尬 才会用气势来概括尴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